接着一场,对于吃瓜寻众而言,也开始有眼福了,半个娱乐圈的明星,往往都会汇集在这一场场颁奖典礼上,等待荣誉加深,由腾讯视频主办的星光大赏2017,将在12月3日下午2点开始直播,还记得去年的星光大赏上。 赵丽颖说,2016年是美好的一年,希望2017年除了工作,也要多给自己留些时间,填补感情的空白,但回顾2017这一年,赵丽颖依然是工作狂,不是在剧组拍戏,就是忙碌在各个代言活动上,似乎依旧没有留出时间填补感情的空白。 而从今年星光大赏的投票结果来看,赵丽颖获得的奖项,也是上升了一个档次,从去年的最剧人气女演员,变成了今年的最剧实力女演员,票数更是第二名的十倍不止。 这次星光大赏最大的赢家,应该非楚桥传莫属了,两位男主演林更新和豆潇,分获年度最剧人气男演员,年度飞跃电视剧演员。 今年迪丽颖获也是从赵丽颖手里接过接力棒,已多出第二名正爽接近一倍的票数,成为今年的年度最剧人气女演员。 前面也说了,作为腾讯视频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娱乐活动,肯定是星光云集,这部,在星光大赏的预告片里,还看到了关小彤的身影,作为今年最让人极度羡慕的女明星,这应该是她和陆凡的恋情公开后,第一次和迪丽热巴参加同一个大型活动吧,吃瓜群众估计要搬好凳子守着看直播了。 从曝光的投票结果来看,关小彤并没有奖项,目前她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奖项安排还不得而知,而陆寒在去年的星光大赏,作为神秘嘉宾现身,还获得了亚洲全能艺人的殊荣,所以今年有很大可能继续参加。